桥皮捣蛋是很多小孩子的天性,但是总有些小朋友的脑回路格外惊奇,很多时候宝妈们都会被孩子干的事儿,弄到哭笑不得。 孩子的战斗力真的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大人能抗衡的,有一个字用来形容他们格外贴切,跳,孩子们到底能跳到什么程度, 看看宝妈妈的吐槽就知道了,宝妈,哎,我侄子一岁半,到我家玩,我家有纸帽叫奥利,平时捡笼子是要他命,只要我侄子一来,主动捡笼子并哭话我把笼子关上,有一次我和他妈妈吃饭,感觉好安静啊,竟然没到处发东西,一看,在吃奥利的猫粮,奥利一脸嫌弃的在看他,吃一颗土一口的玩,宝妈逼, 我家儿子,又一次拉肚子,没来得及拉裤子上了,我就赶紧给他脱衣服裤子洗澡,先脱了裤子,我给他脱衣服的时候,突然看见他用手指站一点点腿上的巴巴,然后用舌头写一下笑哭笑哭笑哭,我赶紧把他手拿开,问他,他说想尝一下,巴巴,是什么味道笑哭笑哭,宝妈飞,两儿子,狼狈为尖, 手机仍楼下,窗帘弄断,鸡蛋仍得到处都是,食用有礼的花露水,给烧水壶洗澡,数不胜数,破坏力堪比世间末日,不说了,说多了我的肺也快起炸了,流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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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宝妈逼,儿子两岁多带他去我姐家吃饭, 第二天我姐家发现整个鱼干里都是黑色的,一瓶末之空了,一钢金鱼全死了,姐夫把侄儿一顿狂打,后来想想不对啊,打电话给我,我问小子,他居然承认是他干的无联, 后来只要我们去我姐,我只儿子都全程看着,要是不能再背过了,你家孩子是不是也像文章中的这些孩子一样这么跳呢?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